亲爱的朋友好 老陈砍个美国最恶心人的骗局 老奶奶什么都没有了 纳死她一辈子的积蓄 还来不及就老奶奶跳楼自杀了 新闻在报道格雷斯的案子 据说她谋杀丈夫 女主莉莉是个小律师 老板让女主接受格雷斯的案子 反正格雷斯要认罪了 看起来是个很轻松的火 女主去警局和格雷斯沟通 这是女主第一次接杀人案子 格雷斯是个虔诚的教徒 曾在银行工作 平时遵纪守法 见面就说认罪 然后就结束了第一次的会面 朋友建议女主别漏了什么东西 这个案子太受关注了 老板故意认给你这种新人 出了岔子让你背黑锅 老公乔是个警察 鼓励女主别放弃 这天格雷斯儿子小马找女主 自己母亲是清白的 但是格雷斯打算认罪 拒绝见儿子 法院的意思是 格雷斯会被终身监禁 格雷斯认了 女主出门 格雷斯看着手铐流泪了 女主从没看过 一个罪犯会流泪成那样 女主去拜访格雷斯的朋友莎姐 了解到格雷斯的改变 在前夫再婚之后 莎姐还给了格雷斯一张照片 女主发现凶暗现场 血液建设的照片和案情有矛盾 老板直接说他都认罪了 你还折腾啥呢 法官同意让格雷斯 关在离儿子比较近的监狱 女主拿出一张照片 要求知道一切 格雷斯开始回忆那天的情况 格雷斯受到莎姐的邀请 就去了画廊的开幕式 然后摄影师平哥出现 胸口的项链引起了格雷斯的兴趣 平哥的摄影很棒 恰恰击中了女主的内心 平哥才华横溢 格雷斯感觉自卑就走了 第二天平哥送了画和玫瑰花 了拨了格雷斯的春心 然后两人就开始约会拍拖 格雷斯的成熟吸引了平哥 格雷斯老公和秘书出轨 还结婚了 而离异的格雷斯啥都没得到 两人聊到凌晨两点 格雷斯被打动了 平哥还和格雷斯一起去教堂 三个月的热恋就像是灵魂伴侣 这是格雷斯的第二春 尤其看到了鲜花中的萤火虫 平哥向格雷斯求婚了 格雷斯答应了 当晚两人滚了床单 聊到这里 格雷斯就签字认罪了 女主和老公聊天 这案子有隐情 女主打算查到底 女主向格雷斯坦白 会帮他争取赢官司 要求知道隐情 格雷斯和平哥结婚了 感觉太幸福了 梦中情人啊 事情在一天之内巨变 老板发现格雷斯账上 少了37.5万美元 用的是格雷斯的电脑 名字密码划走的 当场解雇了格雷斯 更糟糕的来了 格雷斯发现自己的房子 被抵押37.5万美元 再不还钱就要月期了 格雷斯发现都是平哥干的 求平哥还他钱 否则要坐牢啊 平哥了解本周法律 作为丈夫有权利用 格雷斯的房子和金钱 一切都是谎言 格雷斯被彻底欺骗了 格雷斯想赶走平哥 平哥赖着不走 当格雷斯去报警 发现律师费 又是一大笔钱 平哥还带女人回家 说格雷斯是老妈子 格雷斯悲痛欲绝 一切都是谎言 平哥觉得是格雷斯欠他的 是老子的大吊给了你幸福生活 你这种老年单身女人 孤独寂寞 特别容易上钩 格雷斯拿起棍子不断地砸 将平哥打死了 随后扔到了地下室 然后格雷斯开车逃离 告诉沙姐杀了平哥 扔在了地下室 但是沙姐告诉格雷斯 那里没有尸体 女主去找沙姐 沙姐说见到了格雷斯的儿子 开车离开 沙姐去过地下室 没有尸体 可能是他儿子带走了尸体 女主猜测 格雷斯想保护他儿子 所以认罪了 女主去做格雷斯的工作 千万别认罪 我帮你辩护 老板要求格雷斯认罪 格雷斯最后决定庭审 老板警告女主 输了就解雇你 庭审中 格雷斯被告用棒球棍杀了他老公 女主认为没有发现尸体 所以谋杀不成立 女主提供了一张血液建设的照片 表明血液有造假的可能 但是庭审对格雷斯不利 女主让沙姐出庭作证 沙姐在一番舍问中 坦白格雷斯电话里说杀了丈夫 女主输了 一切都白费了 最终格雷斯被判杀人罪 突然格雷斯看到沙姐胸口的项链 明白了 那个项链平哥也有 格雷斯在狱中大叫要求见律师 女主去了沙姐家 遇到了沙姐家的一个租客 租客喊着被一个男人骗 这人正是平哥 女主走到了地下室 看到许多老太太被锁着 随后女主被平哥蒙住拉走了 幸好作为女主的老公 查到了平哥的身份 老公开车去救女主 老公听到妻子的电话 在沙姐家响起 冲进去打翻了沙姐 老公找到了女主 平哥从后面下来 打掉了枪 两人撕打在一起 女主情急之下冲了出来 摔了椅子 挣脱了绳子 捡起枪 拼拼 女主射杀了平哥 案情急速反转 格雷斯被判无罪释放 就是沙姐没有被抓到 沙姐和儿子平哥 就是被各大州通缉的诈骗犯 至少诈骗了16个中年离异妇女 已经诈骗了25年了 沙姐逃脱后 继续在偷偷作弯 还在追捕中 当然女主和格雷斯成为的焦点 格雷斯和一批妇女获得了新生 所以女人还是留个心 也没有什么所谓的一见钟情 感谢收看 欢迎您评论 订阅点赞 谢谢